這是雲端的連結雲端應用裡面的第三個 就是Google試算表與GAS雲端自動化 這個GAS實際上你可以理解成VBA Excel裡面的程式語言叫VBA 那一樣Google試算表有點是模仿Excel 只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而已 它的名稱叫做GAS 它這個GAS的全名叫做什麼 G就是Google A的話叫Apps 然後S的話叫Squibs 就是那個什麼呢 等於是程式語言的這個全名 那將來如果你要寫這個GAS 假設你不會寫的話 它有很多方法 其實跟VBA的同值性我覺得還蠻高的 有些不會寫也是一樣 可以用像VBA裡面可以錄製聚齊 你會發現 這個功能錄製聚齊 其實在什麼 在Google試算表裡面呢 也有點雷同 你們可以看一下有沒有看到 擴充功能有沒有 聚齊 這邊有個錄製聚齊 有沒有發現 只是說它不用自己打開啦 我剛剛講那個GAS有沒有就這個啦 這個是Google嘛 A的話Apps Squibs 就這個東西 OK 這個因為之前各位有學過那個VBA啦 所以應該會有類似的概念 所以如果假如你會一個你可以延伸到第二個 其實就簡單一些啦 不會花太多力氣 所以很多東西是之前做過的 我只是把它換個地方放 讓各位比較能夠理解 那還有一點 以前寫過的VBA程式 假如說你要把它轉成那個 所謂的GAS的話 那我試過 就是用那個ChargeVT 我覺得ChargeVT還蠻厲害的 它可以直接翻譯 翻譯什麼呢 不同的語言 比如說VBA之前寫過的程式 我請那個ChargeVT 你幫我翻譯成GAS 它居然可以真的把它翻譯過 而且還沒有錯誤 所以我覺得以後 假設你要把以前你學過的VBA 換一個地方執行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方法還蠻多的 要不你用錄製去集 要不你就用ChargeVT幫你轉換 轉換很簡單 你就把VBA程式貼上去 跟他講請幫我把 VBA程式轉換成GAS 而且你不用把GAS全名打出來 我剛開始還怕說他看不懂什麼叫GAS 沒想到他居然都知道 不用講太多 然後把程式貼到下方 他居然自動幫你把它轉換了 這個後面我再跟各位說明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把它切到綜合練習 所以剛剛講的公式 放在這邊第三個單元 這邊的話應該是在這個 所以這個檔案裡面的第幾頁 第三頁就是剛剛我打的公式 主要是這個邏輯判斷 這個是subtitude 這個是tree 所以你會發現 一個公式裡面 其實主要是四個函數 做出來的結果 所以以後 這個還蠻多類似的 當你說管它是在雲端也好 管它是在isail 反正做出來的結果一模一樣 而且兩邊相通的 再來的話 手機這個應該各位有印象吧 不過最後我們是用test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等於複習一下 當然不能用插入函數 所以你等於 09開頭 and and什麼呢 and這個東西 0911 然後再and一個減號 然後再and什麼呢 84嘛 可是我要三碼 所以用tst 前郭阿虎 然後給它數字 給它84 過來 豆點 如果要三碼的話 前雙引號 後面加三個0 後雙引號 後郭阿虎 你enter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 打勾 這個OK了 後面還有嘛 所以再把這個什麼 and的符號 應該是這個 把這個 從and的符號到減號 把這一段複製 貼到後面去 把G4改成H4 上enter一下 底下向下填滿就好 快點兩下 然後把這邊快速點兩下 OK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我們之前做的公式啦 不過其實差不多 差別只是說 一樣不能用插輪環數跳出那個視窗 那變成全部都要在這邊打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就是手機號碼的部分 做一個 複習吧 OK 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 那你說第二個 老師我們之前是做 錄製聚集的動作 可是錄製聚集是在那個 Excel裡面做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把 錄製聚集這件事 換一個地方放 換在哪裡 換在雲端上面 會不會不一樣 其實會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 它的操作方式 稍有不同 但是原理原則其實還蠻接近的 那要怎麼做啦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公式先輸入 然後Enter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需要兩個按鈕吧 一個按鈕是 按下它自動把公式 幫我填進去 另外一個按鈕是按下它 自動幫我把底下的 資料給清空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一樣你可以用透過錄製聚集的方式來做 那至於要怎麼錄製聚集 我們待會再來看 畫面呢 現在切還給各位 那所以如果我想要做出 那個類似於 這個 Excel裡面的那個錄製聚集的功能的話 其實就從擴充功能這邊進來 所以特別注意 擴充功能裡面 當然你可以錄製聚集 我先DEMO一下 我剛剛試著把它錄了一下 那你會發現在聚集裡面 我就增加這兩個 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 那我們之後可以把它變按鈕 那如果不變按鈕的話 其實錄完之後 就可以拿來用用看 不過執行的時候 我先清除好了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之後如果你執行這個聚集 因為會有安全性的考量 所以呢 一樣會跳出一個什麼 好像要叫你要 選哪一個使用者 怎麼權限 可能要 要允許 不然的話 沒辦法執行 這跟那個 VPA裡面的啟用內容蠻像的 然後我把它清除 誰清除的話點這邊 OK 這邊就不見了 然後再把它 執行聚集裡面的串接 串接這邊就出現了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 那要怎麼做啦 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做練習之前 我是建議 這個先把它刪掉一下 我剛剛 如果建議 你要做練習的時候 一定要先把工作表先複製一個 那怎麼複製呢 在以色友裡面是拖拉加Ctrl鍵 在這裡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 按右鍵複製它就可以了 OK 這邊就有個副本 然後利用這個副本來做練習 我覺得比較保險 那怎麼做練習 首先的話呢 我先把剛剛我錄下來也許先把它刪掉了 那怎麼刪 管理裡面就有了 管理聚集嘛 我把這邊把它移除 有沒有三點移除 三點移除 那這樣的話呢更新一下 裡面就沒有任何的聚集了 我把它揮 因為裡面沒有了 那我如果要產生的話怎麼產生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錄製的話呢 它這個公式 可能要自己還是要把它打上去 如果你不打的話 你變一樣要貼的 OK 那錄製的順序 我是建議你先錄那個清除 再錄那個公式 OK 因為下課了 不然你們先試試看 錄製的話 反正 先把游標放這邊 彩排 Ctrl鍵向下 Delete 有沒有 這就把它刪掉 如果說假設你要 然後錄第二個的話是一樣 游標放在外面 然後點這邊一下 那記得這個公式 你要另外把它複製下來 再把它貼 記得要貼上去這個動作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建議 如果你要錄製的話 你先錄製清除 資料清空之後 然後把 這個清空之前 先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OK 複製起來 然後呢 我們先錄製清除 那怎麼錄製清除 先第一個 錄製 如果你按下去之後 它跟那個VBA不太一樣 它會 出現在下方 已經開始錄製了 OK 所以你按下去馬上錄製 1游標放在這邊 2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因為清除 OK 這個叫清除 OK了 停止了就除塵了 所以有 三個動作 游標放在那邊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這個 就直接除塵要清除 OK 這樣就完成 第一個 聚集了 OK 按除塵 好 再來第二個的話就是 再把公式 輸入到這邊之後 然後向下填滿 這個叫做 串接好了 所以第二個 第二個怎麼錄 聚集的錄製 然後這個已經開始了 1游標放這邊 2上面直接把我剛剛附製的公式貼上 然後Enter 它會出現是不是填滿 建議有沒有 打個勾就可以了 好 這樣完成 儲存 這個叫串接 好 這樣我們已經完成錄製了 接下來的話你就執行看看 所以你可以在擴充功能的聚集裡面 可以看到這兩個 試試看好了 我也不確定會不會成功 把它點下去 串接 有了 有了 它會跑 但是它可能會跳出 要你授權的喔 所以你要選你的帳號 然後呢 允許它做這件事情 否則沒辦法執行喔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串接 執行看看 出現了 至於就是說 最後我們今天 至少要加兩個按鈕啦 反正跟那個VBA基本上蠻類似的 最後你說老師那這個程式寫哪裡 其實它就寫在這裡啦 Appscript裡面 聚集的下方會有一個Appscript 你點擊開來 那你就會看到這裡面的話 就會有寫那個你剛剛錄的程式 其實理論它應該是這個跟這個啦 這兩段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